一定没有过我这样的娱乐圈经历 一觉醒来发现自己 竟然被数千万粉丝口诛比伐 因为我的影后老婆柳如烟 在一场全国直播的节目中 与我的初恋切磋起了拳脚 场面非常难看血相厌 原因只是柳如烟在谁能把我亲得更重 这件事上与我的初恋发生了争执 于是原本娱乐圈小透明的我 成了拳王口中的渣男典范 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柳如烟其实已经失忆一个云 忘记了我和他之间为期三年的隐婚协议 忘记了我们的婚姻只是合同关系 曾经的高冷影后 此刻正带着猫儿脸色放红 手上拿着十斤枸杞没有茶 他在我脚边固负可怜撒娇道 老公一口咽了他好不好 我想看一看比面还能跟得了 看着眼前这让人震惊的画面 我陷入了沉思 这一切还得从一个月前说起 在六月的一个周末我去拔支持 拔完以后脸大了三圈 又肿又痛 在家冰敷的我闲来无事 便在短视频网站上玩起了梗 可真要命啊 被如狼似虎的女人轻肿了 配的视频是我拔完支持后的一段自拍 我是个没啥名气的小狐咖 平时发视频只有几百的点赞量 可这条视频发出去不到一个小时 点赞就破了万 我还以为是自己没运结束转运了 结果打开一看卧槽人傻了 原来是隐婚一年的影后柳如烟 居然在我的评论区刷起了屏 你们又肯定不爱你 心里都不够用力 如果是我 我会把你两边都轻肿 还会把你其他地方也轻肿 别挣扎了和她分手吧 没有全部轻肿的爱情是不会长久的 柳如烟作为心境影后 无论是演技还是颜值全部在线 是无数网友心中的女神天花板 围观的网友瞬间不淡定了 评论区直接被问号刷屏 是烟姐本人吗 烟姐你是不是喝了假酒 别人在玩梗 你再劝别人分手 楼上 这一看我们烟姐就是在学博主玩梗 这你也信 其中热评第一是 我以为爱情要用心 没想到要用力 看完我也炸了 柳如烟她是疯了吗 我和柳如烟隐婚一年 她清冷疏离 像不可亵渎的女神 按照我对她的了解 这段文字绝对不可能是她发出来的 刚准备微信询问什么情况时 我就知道了答案 因为手机给我推送了柳如烟的热搜词条 以后柳如烟直播哭诉 以后柳如烟隐婚 以后柳如烟老公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 我点进链接 是柳如烟的现场直播 视频里的柳如烟穿着剧组的戏服 蹲在剧组的柳个楼梯角落 平日清冷金贵的柳如烟一反常态 眼尾泛红的跟网友哭诉 结婚一年 老公在外面有别的女人怎么办呀 弹幕底下轻易色的刷起了问号 烟姐是本人吗 这是假号吧 我该不会是出现了错觉吧 这怎么会是我们清冷金贵的影后说的话 哪个没良心的炒作都炒到我们烟姐头上了 我们烟姐连男朋友都没谈怎么还结婚了 楼上接受事实吧 号是真的 我们烟姐奔解 啊 到底是谁拥有了烟姐还不知足 居然还舍得在外面有别的人 我想了半天 也没想明白到底是谁 居然能拒绝得了烟姐 而到后来 粉丝们确认镜头前这个人是柳如烟本人后 更是气得直接在弹幕上疯狂扣子 离婚 必须离婚 我们烟姐又不是恋爱脑 当然会离婚了 看到这 我吓得拿手机的手都在动 不是 我就玩个梗而已 柳如烟她该不会真的以为我在外面有小姐姐吧 我和柳如烟结婚纯属意外 一年前 我从剧组拍完戏 骑着三轮车回家时 却不小心撞到了柳如烟的专车 出道三年 归来仍是胡咖 赚的钱勉强购自己日常开销 就算把我卖了也赔不起柳如烟的车 柳如烟恰逢家里催婚 穷是真的 但演戏我是专业的 当天我就和柳如烟达成共识 迅速领了证件的家长 结婚前我和她就约定好了 我陪她演戏三年 应付家长 互不干涉私生活 但前提是 双方在婚姻期间内 不能做出任何有损对方名誉的事 柳如烟身材好长相美 年纪轻轻就是影后 出手阔绰 并且从不干涉我的私生活 这三年怎么看都是我转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 我就随手玩了个梗 居然被她误会了 而这边柳如烟的直播还在继续 就在网友们劝柳如烟跟我离婚时 柳如烟红着眼尾 突然低下头拿起了手机 白皙的手指在屏幕上扣着字 下一秒我的手机疯狂震动 微信消息一条接着一条的谈了出来 你是不是真的在外面养了小姐姐了 笑死 你是不是以为用这种方式就可以让我离婚 我告诉你想都别想 我是不会成全她的 可说着说着 语气突然就变得委屈起来 到最后甚至还夹杂着一丝祈求 她到底哪里比我好了 亲都亲不肿的爱情是不长久的 你们的事我可以当做没发生 我以后一定把你亲的种种的包爽 但是你能不能别不要我 我看着这些虎狼之词 直接愣在了原地 这特么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个柳如烟吗 这特么是被人吓了鼓巴 我握着手机愣了几秒 要不是我正在看柳如烟的现场直播 我绝对不敢相信这些消息是柳如烟发的 弹幕也刷得起劲 我们烟姐现在疯狂扣子 是在提离婚的事吗 我就知道 我们烟姐那么有洁癖的人 眼里是柔不得杀的 见直播间人气越来越高 我怕事情愈演愈烈 急忙把见面跳转到了微信 准备跟柳如烟解释一下今天的事 或许是我太心急的缘故 还没编辑好 就不小心按了发送键发送出去了 我盯着微信对话框界面的 柳如烟 今晚不在家 顿时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刚才明明是想问 柳如烟今晚回家吗 下意识想按下撤回键 可偏偏这时手机突然卡住了 很好 我彻底射死了 等我关机重启的时候 已经撤回不了了 我又急忙打开柳如烟的直播 可发现早在两分钟前 柳如烟已经下播了 而热搜上也挂上了新的热搜词条 以后柳如烟崩溃下播 我心咯噔一下顿感不妙 赶紧从词条界面点了进去 是我手机卡顿时错过的那一段直播回放 视频里原本还在垂谋认真扣字的柳如烟 在看到我发送的消息后 握住手机的手微微颤抖 眼眶泛红 表情看上去像是要碎了一样 然后崩溃下播 我也快碎了 这下误会大了 柳如烟作为影后 本身就自带热度 更何况是这种劲爆新闻 直接罢榜热搜D 而我看完热搜以后 也急忙给柳如烟发消息 解释了事情的缘无 可消息发出去很久 都没等到柳如烟的回复 反而等到了柳如烟的经纪人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他语气交集 陆先生 柳颖后回家了吗 他昨天拍戏的时候摔到了脑子 之后行为一直非常反常 刚才又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 跑了出去 电话也打不通 我握住手机的手艺紧 瞬间明白了素来金贵疏离的柳如烟 今天为什么会这么反常 我挂断电话后 便火急火燎的换上衣服出门 准备去找他 可刚走到小区门口 远远的就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 蹲在保安亭下面 像是一只被抛弃的小猫 可怜又委屈 我刚走近 就听到了柳如烟的声音 他正蹲在的下跟保安大爷热聊 他声音委屈极了 我老公不喜欢我 你说他会不会跟我离婚 保安大爷听了他的话以后 沉默了会后劝道 小姑娘别难过 大爷我最近也是扎过好几个老太太 以我的经验 凡事要往开了看 离婚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话还没说完 就被柳如烟给打断了 你说的对 凡事要往开了看 我是不会离婚的 离婚这是他想都不要想 外面的烟女人 他总有玩异的一天 总有一天他会回头的是吗 他期待的眼神看向保安大爷 保安大爷彻底沉默了 站在一旁的我听到柳如烟的话以后 则是满脸错愕的张大嘴巴 这到底是摔得有多严重呀 把一个清冷疏离的高冷影后 直接变成了一个恋爱挽晚期的恋爱脑 我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时 柳如烟突然侧身转头 刚好看到了在一旁纠结不知所措的 看到我以后 柳如烟的黑眸瞬间变得亮晶晶的 起身一脸高兴的走向了我 老公 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 可下一秒 在他的视线扫到我 拔完支持后发肿的脸庞后 他眼眶快速红了一圈 声音颤抖 你不是最怕疼的吗 他怎么舍得把你脸清这么肿呢 让我看看 那里是不是也肿了 说完便要截我的皮带 我连忙后车不多闪 我看着保安大爷逐渐震惊的眼神 我彻底射死了 而这边找了他半天的经纪员 再得知他就在小区楼下蹲着时 更是又气又笑 他倒是会躲 躲小区楼下 算准了你会从那经过事吧 算盘珠子都快蹦我脸上了 原来柳如烟摔伤了脑袋 以为我和他是一对恩爱无比的夫妻 完全忘记了我和他之间的协议 客厅里 他坐在沙发上黑模无比 认真地看着我 老公 是不是我之前做错了什么事 你才会爱上别人不爱我的 只要你说我一定会改 说着说着他白皙的手指 就不自觉地拽上了我的衣袖 然后又不自觉地抿唇吹眸 像只等待主人宠爱的可爱小猫 面对这样的他 我也不自觉地放柔了语气 没有 我没有喜欢别人 我之前发的视频 是我把完致齿后脸肿弯的梗 至于微信消息 我真是打错了字 柳如烟没想到我会突然解释 刚才暗淡的毛子在听到这话后 又立马亮了起来 我就知道老公最爱的就是我 不是 以后姐你别太荒谬 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 但事实证明 摔了脑袋的柳如烟确实好哄 原本情绪低沉了一晚上的他 在听到我的解释后 立马高兴地跑去洗澡了 我也乐得清闲 在网上刷起了美女跳科目三的视频 他出来时正好撞见的就是这么一幕 于是他的醋坛子又翻了 这些女人自己没有老公吗 怎么就喜欢跳给别人的老公看 他们这是不守福到 连底线都守不住的女人 能好到哪里去 说完便在我的手机上 划了个不敢兴趣 我被他吵得头疼 见他还在喋喋不休 索性伸手捂住了他的嘴 而上一秒还理直气壮 要给他们打差评了他 在我伸手捂住他嘴的那一刻 脸和脖梗上都浮现了一丝可疑的红韵 手紧张地紧紧拽住自己的衣角 像是在害羞 我看着他默默转过头 又垂下眸的样子 实在忍不住逗乐了 可当我的手机上方 蹦出几条新的词条时 我却笑不出来了 影后柳如烟发文澄清 影后柳如烟和他神秘的隐婚老公 我怎么也没想到 刚刚柳如烟是转过身去 发了一条新状态 内容是 我是老公唯一的小母狗 老公真的很爱我 祸曹柳如烟 你是真的眨脸 不到五分钟 评论区就多了几千条评论 我真的哭死 头一次见有女人 把自己比作母狗的 各大媒体不查是等着我们查吗 到底是谁把我们烟姐姐 迷得神魂颠倒的 烟姐她字字不提爱她老公 可一个狗子却包含了所有爱 我看着评论器的 直接握紧了拳头 柳如烟眨眨了眨眼睛 闭脸无辜 老公 这手机怎么自动发微博 自动尼玛 她是把我当傻子了吗 我和柳如烟 隐婚的工作做得很好 可就算做得再好 也禁不住网友们身发 根据柳如烟突然的评论 以及我玩梗后 柳如烟的种种反常 网友们很快把目标 锁定在我的身上 再加上突然有知情人 突然爆料出 我那天和柳如烟 在小区楼下的照片 评论区一片唏嘘 我做梦也没想到 我们烟姐的隐婚老公 居然是陆星辰 陆星辰到底有什么魅力啊 无论是咖位还是性格 陆星辰都和我们烟姐不合适 甚至还有我的不少黑粉 趁这个机会疯狂黑我 我就说吧 陆星辰就是天生的小白脸 她就是个祸害 陆星辰我求求你了 别祸害人了 滚出娱乐圈吧 正当我被黑粉骂时 一旁的柳如烟坐不住了 趁我不注意 就偷偷发了官宣消息 直接打了那黑粉的脸 在社交平台上直接艾特我 晒出我和她的结婚照 佩文道 我老公和配不上老公的我 柳如烟的粉丝哭晕在了评论区 不是姐 这还是我们记忆中高冷金贵的你吗 我不敢想你到底是吃了几个恋爱脑呀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当初为什么看到陆星辰的评论 你会劝人家分手 怪我懂得太迟 而看到这我的粉丝也不再忍了 瞬间反击那些我的黑粉 东方不亮西方亮 二逼啥样你啥样 哪个下水倒没关好 让你爬出来了 不要自己有病还给别人开药房 不要仗着自己脑袋有问题就为所欲为 你真是眉毛底下挂两单 只会眨眼不会看 热度发酵得太快 就连之前柳如烟在我评论区 需要我分手的评论都被发了出来 以后柳如烟和陆星辰隐婚的消息 以势不可挡之事霸绑的热搜 我看着热搜彻底骂了 我看着躲在一旁偷笑的某人 已经开始期待柳如烟恢复正常后的样子了 这位柳杰你是真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笑吧笑吧 谁能笑得过他呀 我和柳如烟隐婚的消息热度太多 有不少网友想知道 我是怎么让柳如烟从高龙女神变成恋爱脑影后的 而不少导演看中了这波热度 搞了一档直播采访节目 我本来是不想去的 可奈何我低估了我经纪人想让我火的决心 当即决定将我送进这档直播采访节目 而这边听说我要参加这档节目的柳如烟 也嚷嚷着要去 自从柳如烟摔坏脑袋后 她的经纪人基本上对她就是处于放养状态 爱谁谁爱杂杂 我思索着我和柳如烟结婚的消息都已经曝光了 别索性懒得管她了 可我没想到 这档直播采访的居然还邀请了我的初恋女友 也是最近很火的歌手沈又楚 我总有节目组在故意整事的感觉 难怪给我那么高的费用 感情是在这懂着我呢 毕竟我和沈又楚当初恋爱的事 全娱乐圈都知道 分手时闹得有多难堪 大家也都有目共睹 而柳如烟也在看到沈又楚的那一刻 顺势挽住我的手臂靠在我肩上 宣誓主权的意思很明确 现场气氛尴尬到了极点 可偏偏主持人像是感受不到一样 问出的第一个问题就很刁钻 陆先生 你一共谈过几次恋爱 我毫不犹豫 一次听到我的答案后 在场的两个人脸色都变了 尤其是柳如烟看向我的眼神充满控诉 然后两个人一口同声道 你怎么不问他那次是和谁谈的 卧槽 你俩弄死我呗 面对柳如烟和沈又楚的质问 主持人偏偏不按套路出牌 偏偏不问这个问题 节目才刚开始就把两人气急眼了 弹幕刷到这也不淡定了 啊 我的姑我的老我的棉袄变大嫂 这是什么该死的修罗场场面啊 还有我真的很想知道 陆星成口中的谈过一个是和谁谈的 怎么不继续问下去呢 是有什么新事吗 节目组你是懂我们想看什么的 活该你们活 还有刘影后沈哥后 你们之前高冷的形象哪里去了 这档直播采访节目 与其他的直播采访节目不同 他采用的是急速回答的方式 回答问题的嘉宾 必须在30秒内快速回答这个问题 并且提问的问题犀利至极 这也正是这档节目火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是问沈又楚的 你的初恋男友在现场吗 他毫不犹豫在 回答时目光却直勾勾的锁定我 地旁的柳如烟看到这一幕又不淡定了 笑死了 你是没有老公吗 就喜欢管别人的老公叫初恋 我和我老公这种才叫初恋 去到老公他凶我 我看着沈又楚死死克制的情绪 又看了一眼摔伤脑袋后 在台上完全放飞自我的柳如烟 心里默默为沈又楚点了根辣 而此时弹幕也笑声一片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 我们燕姐形象是彻底不要了吗 怎么感觉查理查气的 来看这档节目前 我想着我们燕姐丙多算个恋爱脑 现在外加一个二技能 查理查气笑死 沈哥后怎么也没料到 燕姐不按照套路出来 沈哥后虽然表面什么都没说 可看到她的脸色是 我就知道她骂得可脏了 我宣布这一回和我们燕姐胜利 直播采访综艺刚录制完 沈又楚就在后台等我 柳如烟看到后立马挽住我的手 阴阳怪气道 老公 这年头该不会还有人一个人回家吧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 我忘记了沈哥手好像是单身 说实话 现在的柳如烟挺欠奏的 不过沈又楚早就退去了当时的心高气傲 如今的她成熟内敌 退去了几分小女生的喧闹 面对柳如烟的蓄意挑衅 她也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 她的目光直直看向我 嗓音甜美道 星辰能嘹亮吗 我看着一旁又吃醋的柳如烟 忍不住给她顺了顺毛 安抚了好一会她才肯离开 边走还边回头委屈地看我 可爱极了 柳如烟刚离开 我就收敛了笑容 态度变得冷漠 沈哥后找我有什么事可以直说了 沈又楚被我冷漠的态度刺激到了 眼眸里划过一丝受伤 我们一定得这样吧 我冷笑着看着她 那你觉得怎么样合适 你该不会认为我们还会回到以前那样吧 以前是什么样的 在没和柳如烟结婚前 我和沈又楚有过一段 年少的我和她都心高气傲不肯低头 都不愿意为了对方放弃自己的心徒 那时的她太过心高气傲 觉得在我这丢了面子 又转头找上了她的小竹马 跟她做尽恋人该做的事 抢我的资源 买黑我的通稿 那一段时间 我成为了整个娱乐圈彻头彻尾的笑话 沈又楚见我态度强硬 曾经放不下面子的她也学会了妥协 将姿态放低 心沉 如果当初的我没有那么任性 我们会不会有未来 我毫不留情到 不会 因为从始至终 我和沈又楚都不是一路人 直播采访的综艺播出后 我们三人就气息登上了热搜 影后柳如烟恋爱脑气坏沈哥后 沈哥后用脸骂人 陆星辰到底更给哪位 这档直播采访节目我看了 当时差点笑死在现场 只是我很想知道 陆星辰到底更喜欢哪位啊 一位是当红甜心孝主歌星 一位是恋爱脑影后 歌谁都不好选啊 这还用迟疑 我们烟解才是郑主 其他人都只是路边的野草 而一路上回来就追着问我 在节目里回答的 谈过一次的人 到底是谁的柳如烟 在刷到热搜后 又不死心的把脑袋凑了过来 见我不回答他的问题 这人又生起了闷气 就连吃晚饭的时候都没出来 我推开门去找他的时候 他正在卫生间洗澡 桌上还放着几本书 刻一件透明网纱裙 我随意扫了一眼书的封面 女追男第一百条法则 获得老公方新的最好准则 我挑了挑眉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平时就看这个 其中还有一本书被翻开了 里面还做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 书名是 高冷女人装诗意成功导追蜜宝 卧槽 是什么脏东西 原本我是不感兴趣的 可是在看到装诗意这三个字的时候 内心不仅有一种大胆的猜测 柳如烟的诗意该不会也是装的吧 原本只是猜测 可在看到书的内容后就更加确信了 尤其是柳如烟刚刚特意做了笔记的这条 倒追蜜宝之百用不逆色诱法 所以柳如烟放在桌上的那件透视纱裙 是准备色诱我的 一瞬间我心里涌起了巨大的期待 两只手都很难压住逐渐猥琐的嘴角 骗我那么久 我倒是想看看他今晚到底准备怎么色诱我 高冷影后装诗意穿透明网纱裙 这画面想想就刺激 导播电影剧情是真实存在的 我不动声色的将书又放回了原处 假装对一切不知情 转头出了书房进了卧室 半个小时后 柳如烟穿着那件透视网纱裙 两座要溢出的高耸山峰若隐若现 窄腰长腿 勾人无比 下半身则是穿着直抵大腿的黑色透明薄袜 包裹下衬的他腿修长笔直 翘臀诱人无比 妥妥的建模身材 暖黄的灯光 把氛围称的也暧昧了几分 明明是很刺激 诱人的身材 配上他那因紧张而发颤的甜美嗓音 直接将反差感拉满 老公 我这衣服是不是有点小 感觉胸口勒得黄 我故作不知 手故意在他锁骨上划过 衣服好像是有点小了 在触碰到他身体的那一刻 他耳尖上都染上了一层红色 我拽住他臀部连着的猫尾巴道具 轻笑道 柳如烟 色诱这招用得不错 诗意也装得不错 话音刚落 柳如烟的身子瞬间一将 随即又小心翼翼的看了我一眼 老公 你都知道了吗 见我不说话 他眼底浮现了一些慌乱 紧张的死死拽住我的一脚 老公你听我解释 我之所以是装失忆 是因为我一直很喜欢你 却不知道怎么沟通 无奈之下才这样做的 喜欢我 我和柳如烟结婚前 除了那次撞车意外 基本上没有任何交集 结婚后他更是一年365天 恨不得天天待在剧组 说话见面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过来 我实在是不明白 他从啥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见我一直沉默的柳如烟 眼底的慌乱逐渐放大 但不得不说影后就是影后 表演功底大大的棒 他连忙上前抱住我的腿 虚贵在我面前 抬头用眨巴眨巴的眼睛看着我 声音微微颤抖 表情像是要碎掉一样 老公我知道这是我的错 你可以惩罚我 但是你不能不要我 这一波诱惑表演 互比我硬盘里那些导播电影好看多了吗 原来硬盘里的剧情 都是真实存在的 其实我和柳如烟虽然是协议结婚 但凭心而论 和他结婚的一年里 与他的相处还是极其轻松的 私生活干净 没有乱七八糟的绯闻 从不干涉我的私生活 逢年过节都会给对方准备礼物 无论真心与否 他虽然个性高了 但该有的礼仪都不会少 同时会比结婚协议上的要求更频繁的 主动拉我一起拜访双方的父母 我一直以为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教养 可我却没想到他是因为喜欢我了 我看着面前一脸慌乱模样的柳如烟 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还没说话了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要你了 他魔光微亮 老公我们明天 他话还没说完就给我打断 你刚说喜欢我 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他被我突如其来的直白给问问在原地 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下一秒 他就神色认真的握住我的手 我喜欢你七年了老公 七年前 我才刚上大学 我绞尽脑汁响了半天 脑海里也没有想起关于柳如烟的任何记忆 见我一脸茫然 柳如烟主动解释道 大三下学期 你是学生会的主席 与老师一起进行每月的课堂行为进行抽查 没错 大学时我很早就加入了学生会 并在大三时熬成了学生会主席 提到课堂行为时 柳如烟的目光变得意味深长起来 当时你查课的时候 我正坐在最后一排和姐妹玩吃鸡游戏 假发片都掉在地上 你还反复提醒我 那时候我戴着耳塞 没听见你说话 结果你转头就再把我伤爆了上去 302教室高速课柳如烟忙着吃鸡 假发片掉地上了都没空间 我仔细想了一下 好像还真有这么回事 但我真没想到那人是柳如烟 但那次情况属实是意外 学校抽检课堂纪律 我喊了柳如烟不孝五次 让他注意 停止玩游戏 捡起地上的假发片 当时我是和学校领导一起抽查的 结果第一次叫他 他回我 趴下快趴下 有埋伏 学校领导没玩过吃鸡游戏 还真以为有什么埋伏 再加上他当时语气急切 领导信以为真 一群领导齐刷刷地趴在了地上 场面壮观无比 得知市场乌龙后 柳如烟在校领导办公室被训了11个小时 他继续道 结果这图片不知道被谁拍了下来 传到了学校论坛上 一夜之间全校都知道我忙着吃鸡 还让校领导下跪 他轻笑道 我被挂在学校论坛上笑了整整一天就算了 隔天我参加学校歌唱比赛一眼就认出了你 结果转头就听到你说柳如烟是谁 很漂亮吗 不熟 我想起了大学时的我 空暇时间都在忙着做监制 也没时间关注学校的新闻 社交也不是很广泛 所以才会不知道柳如烟和我居然是一个大学的 更别提和他居然有过这样的缘分 说着说着他忍不住报复性的一拳锤在我胸膛 我当时肺都快气炸了 穿着最好的比赛礼服在你面前转了一整圈 结果你看都没看一眼我 从那以后我就彻底记住了 结果没想到 这一记就是一辈子 听到这我哭笑不多 实在是没想到柳如烟喜欢我居然是因为一场乌龙 大概这就是人类吧 得不到的才最想要 他见我笑了 才松了口气 犹豫了半天才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老公 我装示意的事你能原谅我吗 学什么不好 非要学什么人家装什么诗意 我瞪了他一眼身上的透视装 邪魅的笑道 那得看你从书上学了些什么 柳如烟一听 整张脸瞬间涨得通红 之后的几天柳如烟为了找不装诗意这事 表现可谓是特别好 就当听说自己和沈幼楚有合作时 也全程很配合地完成合作 甚至在走红毯时遇到沈幼楚 还能露出个微笑打个招呼 只是相比柳如烟 沈幼楚的脸色倒是要难看许多 而评论区底下的网友不淡定 我是看错了吗 我居然看到我们烟姐对前任姐笑了一下 像是在打招呼 笑死 楼上你这就不懂了吧 我们烟姐这不是打招呼 这是胜利者的微笑 哈哈哈哈 只是反观我们沈幽后 脸色就没那么好看了 果然我们烟姐是正攻是有原因的 格局就是大 我为烟姐打扣 我看着评论也止不住的好奇 你今天为什么在红毯上对她笑一下 这不像你的风格 她把头放到我怀里蹭了蹭 表情有些嘚瑟 我笑得越高兴 她就越不高兴 笑一笑就能打败敌人的事 我干嘛不做呢 我就知道 我就白问她 这女人学什么不好 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书 真是越来越绿茶了 我无奈地摇摇头 柳如烟参加完红毯的第二天 她对沈幽厨笑的事就上了热搜 还有一大堆记者采访她 留影后 网友们都好奇你为什么对沈哥后突然微笑 柳如烟挑了挑眉道 为了感谢当时她眼下 要不是她 我上哪找这么好的老公 而这则采访被爆出来后 我和沈幽厨以前的那段恋情 也被网友挖了出来 沈幽厨对我做的那些事也被人爆了出来 网友直呼 没看到这瓜之前 我还在想为什么沈哥后那么有才 陆星成不选她 看到这以后我算明白了 换我我也不要 时来的深情比苟见 以爱为名的伤害最恶心 我果断脱粉 沈幽厨的做法太下头了 难不成因为得不到就要毁掉 一边说爱 一边却做着伤害的事 她是怎么好意思求附和的 我就说吧 还是我们燕姐是真爱 纯爱战神应声倒下 甚至还有不少网友 对当年不知道真相的发言跟我道歉 陆哥 当初是我们被通道迷了眼 不知道真相乱发言伤害了你 我真诚的对你道歉 不敢想我们陆哥之前吃了多少哑巴亏 我社交平台里之前的恶品 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一样 涨粉一个礼拜就破了百万 我看着这一幕 瞬间就明白了 柳如烟为什么要在红毯上对沈幽厨笑 他是想用他的方式 还我当年的青睐 看来这只小野猫除了在床上黏人 在外对待对手时 也是有一手高超的差异 而我也在一个礼拜后 等到了沈幽厨迟来的道歉 曾经的心结我也终于释怀 年少时我们都太过于爱面子 以至于我们总是在面对喜欢的人时 容易用力过猛 然后灼伤对方 也灼伤了这段感情 但是真正的爱一个人 是不会借着以爱之名 做出伤害对方的事 而是彼此互相搀扶 互相妥协 互相迁就 互相成就 然后顶峰相遇 某天夜晚 我看着在怀里熟睡的柳如烟 似乎察觉到了我在看他 柳如烟突然微微睁眼 猝不及防和我视线对视 他又开始嘚瑟起来 老公 你刚刚是不是在偷看我 他的小表情实在是太过可爱 我没忍住凑上前妻了亲他的嘴角 偷看一下自己喜欢的人怎么了 猝不及防的表白和亲吻 刚刚才还嘚瑟的某人 直接愣在了原地 几秒后他不可置信地询问我 老公你刚刚是在表白吗 随即兴奋地像只发穿的母猫 在床上疯狂扭动 阴暗地爬行 我看了这一幕忍俊不惊 柳如烟 你别忘了你以前可是个高冷影后呀 遇见你之前是 遇见你以后就不是了 他边说边拿起手机登陆短视频账号 和他的粉丝分享喜悦 老公刚刚跟我表白了 笑死了 这年头该不会还有人没老公吧 刚发出去 柳如烟的粉丝就炸了 来人 把这该死的恋爱脑叉出去 笑死了 谁能比烟结些眼包呀 再秀恩爱的话 我就把你在直播采访里 哭诉路哥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和采访里急眼的视频放出了 就有粉丝 放出了柳如烟直播委屈哭诉的照片 柳如烟看完以后委屈的跟我撒娇 老公他们都欺负我 我无语道 到底是谁在欺负谁呀 算了算了 自己的女人自己宠 时光漫长 未来还有许多结婚以来没做的事情 等待我们去慢慢开发 这个隐婚恐怕是离不了了 全文到此结束 如烟即将启程前往下一个平行世界 期待下一次与你的相遇